他就想问你Amazon是Amazon 他说没有货的 他说可以怎样操作呢?应该什么价位入呢? Amazon我想形态还是很强的 我也在等位买 因为他一直都没有跌过的 你看到Amazon 因为他最近就说会拆股 拆股那个消息出了之后 他就没什么特别去回的 我就希望看看有没有机会 等到今次的市回的时候 他有机会炸一炸下来 因为他昨天都跌了2.5%的 但还是3千多元 你对我来说还是很高的 我希望看看有没有机会 下回3千元边的时候可以买 我想等机会 我觉得如果你说市差的话 强势股也还有机会回落的 其实这个朋友就是 就是看中他拆股 他就问你其实应该拆股前入手 还是拆股后才买 那一定是拆股前的 如果你真的过短炒的话 因为你炒充景而已 就是通常这些 你就算炒什么派息 你都是炒充景那样东西 通常那个消息的落实 通常都是好消息出货的 所以如果你说炒这些相关的 拆股派息业势 我都是建议在 消息出之前去炒 好了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